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背后有何隐情 昔日好大哥为何一意孤行与全家人反目 大哥求你让我盖新房 都市情缘今晚播出 他说这种儿子要什么 他说不要不要这种儿子滚软的 当然是家族人走的 这个东西没有 你找人叫把人家叫来 这回这些在真的 我说假话也没有 你这个做兄弟的你写的不敢写啊 你当时是写这个是你哥哥要求写的还是什么 我哥哥他说两条路 谈不拢那就只有一条路断绝关系 这是他提出的 都市情缘 情暖心间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准时收看我们的节目 我是亚之 幸福配方是我们栏目策划的全省首当心理援助节目 每周六晚上七点半钟 请您记得收看 好的来看今天的节目 刚刚正在理论的两人呢 是两兄弟 哥哥叫做王华 弟弟叫做王超 而王超呢 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求助人 他告诉我们 本来家人之间吧 其乐融融 可哥哥王华却在2019年大年初一的时候 突然提出与家人断绝关系 那么是为什么导致了这一家人的关系走向破裂呢 而既然已经断绝了来往 为什么兄弟之间又发生了争端呢 我大哥哥他人呢 很不满 满不讲理 因为很多人都去找他 他都不跟你谈 他就是要搞你 就要找你麻烦 已经举报好几次了 然后家人都 进他家的门都进不了 他每次一回来就大吵闹闹 然后还把我窗户都砸弯了 那上的窗户 一样的 这可以看到 眼前的这名男子 就是今天的求助人王超 今年30岁 王超告诉记者 自己的大哥王华 最近经常找自己的麻烦 甚至还曾扬言 威胁自己和家人的人生安全 而由于大哥是一名公交车司机 王超难免会错想到前段时间 贵州公交司机蓄意报复社会 酿成大错的事件 自己非常担心 因为自己家里的事情 会影响到哥哥的工作状态 越来越过急 然后又不跟你谈 又不跟你扯 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办 前段他还飞个 开公交车的工作 你才就是有点 我就怕万一说 说不准 反正家里就这么个情况 会影响到他 肯定会 王超告诉记者 今年自己也已经30岁了 要结婚的话 肯定要有一个自己的家 考虑到自己的人生大事 所以在2018年 他向政府申请了建房指标 后来经过政府领导 都来现场查看 这确实是 因为我家三个儿子 然后他那边 一个大 就是我大哥 这边的话 就是相当于是我二哥这边的 是吧 然后的话就是 因为我本身自己没房子 所以我要做一个房子 就这样的 就我有指标 其实政府给了一个好机会 一家人本以为 三兄弟均分指标 不会有什么争议 在通过政府部门的审核后 王超就准备 把房子尽快盖起来 没想到 大哥在这个时候 出来极力阻拦 不让自己动工 我大哥就是卡在这边 就是这边房子 没有说清楚 然后就不让我 做那个房子 就是这个房子 没说清楚 到时候那个 又会扯矛盾 他不让你做 所以他把那个路 给挖断了 王超告诉记者 大哥王华这两年 与家里人的关系非常差 就在去年的大年初一 王华还签订了书面协议 与父亲和家里的兄弟等人 断绝了一些关系和来往 跟家里就 光我们家里爸爸妈妈 然后的话哥哥 兄弟弟 就一样就断绝了 这是他亲口说的 然后写了字的 然后还摁了手印的 这是他自己说的 因为谈不拢了 当时所有的那个长辈都在场 当时是王华跟家里人 提出财产分配方案 大家一致认为是不合理的 王华当时给出了两个选择 要不然就按照自己方案分配 要不然就跟家里人断绝关系 他那个指标他自己的 然后这边的话 就是本来是因为 有我们两个兄弟 两个弟弟 才会有这个指标 然后的话 他现在就真的 因为这个房子 也有一万三千块钱的 那个指标钱 然后做的这个房子 他就说他也有份 想要三分之一 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就不同意 这样的不合理 王超和家人认为 两个指标 有一个给了大哥王华 剩下的这一个 是应该属于自己和二哥的 是因为我爸爸 如果说没有我们这两个儿子的话 他就直接在我那个 我哥哥直接 就没有一个指标了 就没有了 就没有第二个指标 所谓第二个指标 就是因为有我们两个兄弟 因为没有成家立业 但是我们都是没有结婚成家立业 所以说就给了 给了我爸爸这边 王超说 兄弟之间没谈拢 大哥王华竟以生死相逼 不让自己盖房子成家 原话的话 就是不是你死 就是我活 是这样子 对 这个我有录音的 都有 他威胁 他说 你要是继续弄的话 他就把我们家的那个孙子 就是我二哥 刚刚回来的我二哥 二哥的儿子 给告诉我 让你家里没有分子 按理来说 大哥王华不同意 王超盖房 是兄弟两人之间的事情 为什么大哥 会威胁到 王超二哥的身上呢 说实话 我作为是这个哥哥 这个做房子 我可以说不好 我也得不到一毛钱 我搞这么辛苦了 我为了什么东西 你反过来 还说搞死我儿子 是什么意思 王超的二哥 王中告诉记者 弟弟要结婚盖房子 本是一件大喜事 自己无非帮弟弟 说了句公道话 没想到 大哥就开始针对自己了 告诉我这个弟弟 就是这个违规监房 我哥哥 我弟弟拿的是合法的手续 怎么要违规监房 我做哥哥都不能这样 弟弟说实话 这车行动的话 也是很造孽 说行动的话 我做个哥哥 我没办法 做这个房子 我能出把力 我就出把力 不管是谁 亲兄弟 我何必可能这样 对于大哥 所提出的财产分配方案 王中也说出了 自己的看法 有什么不公平 总共就这么两栋房子 我们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对吧 就两栋房子 两栋房子情况下 他那边一半 这边一半 这边是我跟弟弟 两个人的 对吧 这个不管走哪里 也说得过去 对吧 这个并不是很过分 你凭什么来说 这个房子有你的财亡 对于大哥所提出的方案 王中说 退一步 他也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对于阻碍 弟弟盖房的问题上 弟弟现在30岁 还没成家 家人应该尽全力 帮助弟弟才对 王中实在是想不明白 大哥为什么这样做 按照你的说法 你有三分之一 我们也答应你 这三分之一 弟弟现在做这个房子 你没出一分钱 我作为二哥 我没出一分钱 我说我不存在去 因为弟弟还没有成家 30多岁了 是吧 父亲还有一点能力 帮你搞个这个房子 做起来 我们也不存在去 说这个话 他现在怎么说 按照两兄弟的说法 大哥王华的过激行为 已经严重影响了 一家人的正常生活 这让王超和年迈的父母 也非常造幸 弟弟要结婚盖房 大哥为何处处阻拦 他的建筑高度是三层 我的是两层 他的高度不能高于我的高度 一家人断绝来往的背后 究竟有什么心结 所以我从来会计较这个起 但是这次确实让我深信 大哥求你让我盖新房 都市情缘正在播出 这里是江西二套 你的都市频道 玉英博士奶粉 六针 轻体配方 玉英博士 被英美出品 当洪水如猛兽 吞噬一切 他们如何成熟 失去家人 苦难 要如何在苦难中 家人相见 让他们的知识更加 对 我慢慢站着起来 等洪水下去的话 我们重新家园 都市情缘 联美江西省洪十字会 走进灾区 关注灾后重建 特别策划 重建家园 可以在一起 每晚七点半 真情记录 温暖圆 王超和他的二哥王中 告诉记者 大哥王华一意孤行 他的种种行为 已经严重地影响了 全家人的正常生活 希望大哥可以出面 接受调解 将一家人的生活 重新拉回正轨 接下来 大哥王华 究竟能否出面 接受调解呢 在王华的内心 到底有什么 打不开的心结呢 为了帮助王超 解决当下盖房的问题 也为了避免 双方见面 又会发生冲突 记者陪同王超 来到了当地村委会 了解情况 当地村之书 罗慧君告诉记者 王超盖房是符合 一户一宅的审批标准 罗书记坦言 批准王超建房的问题是完全符合规定的 相关部门也曾到现场视察过 王华之所以处处阻挠 原因应该还是在他们家里的内部矛盾 在罗书记的不懈努力下 终于跟王华取得了联系 不过王华在电话里说自己在上班 暂时没有时间 在跟村委会了解完事情的大概情况后 记者跟随王超来到了王华的家里 见到了刚下班不久的王华 所以我们要实际去看一下 见到记者 王华也有话要说 他当即带领记者来到了弟弟盖房子的现场 说出了阻拦弟弟盖房子的原因 原来王超要盖的房子在前面 而且是三层 而大哥王华的房子在后面是两层 如果弟弟的房子盖起来 肯定会遮住自家的光线 难道这就是大哥王华阻拦弟弟盖房的原因吗 王华坦言 自己心里还有其他不满 不计较这些 你知道吧 亲兄弟 几十年的光阴 你要站一点就站一点 我让你站了 真结实无所谓 因为他我那小兄弟 小兄弟毕竟还没成家 说他有负担 这应该有能体验 王华声称 他知道小弟弟需要盖房成家 其实自己吃点亏也没关系 但全家人在这件事情上 对待自己的态度让他很是生气 那个西头的那个房子 就归老二跟老三盾 我说怎么会归老二跟老三盾 你就认为那房子其实是有你的意思 是 你既然是你父亲的 你有三个儿子 你怎么分房闪的时候 分差闪的时候变成两个儿子 他给我断绝关系 来拍下来 你这个断绝关系 这什么意思 王华感觉很委屈 父母的财产不分给自己 而且一家人还要跟自己断绝关系 也就是说 按照王华的说法 并非他主动跟家人断绝来往 是家人抛弃了他 说当时连字条都是小弟王超写的 自己只是一怒之下签了个字 事情发展到这儿 剧情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我们先来看一下当时的断绝关系的字条 王华于2019年2月5号经家族亲人见证下 同意与家人从此断绝关系 将无任何经济来往 王华于家人从此互不干涉 先跟大家强调一下 这份断绝关系的字据是没有法律效应的 因为父母和子女的亲子关系 随着子女出生就客观存在了 这个关系是无法解除的 不过通过这个事件可以看得出来 王华与家人的关系真的是陷入了僵局 接下来我们该如何去打开局面呢 他盖房子是好事 对对对 我首先要承认这一点 他想就是想 这中间是好事 我一直都是这样说的 但是问题是 你一讲把我这个做哥的提一看 是什么意思啊 他是 说查查没我一个人 没我的份 你生气生气在这个地方 对 你查查没有多少 兄弟盖房子是好事 王华也表示应该支持 但是让他接受不了的是 一家人把自己当成一个外人 这才是让他最痛心的地方 但是话不能这样说 你不能说我没分 对吧 因为你老人生的是三个儿子 是吧 难道你就分一块钱给我 我不会跟你生 起码 你把我当成儿子 我说完了 我这么多的经验下来 这些傻子言的 你懂这个心情吗 这些傻子言的 由于父母对待自己的不公平 让王华心里很是不舒服 看到弟弟现在极其为难的处境 王华也提出了自己的诉求 他的诉求是 他说我孤了 这个一定要有个说法 就是比如道歉 道歉还是什么的 赔礼道歉可以 我能接受 是吧 只要有一个形式 对吧 再一个 家庭财产的分割 你不能少我一分 是吧 不管多少钱 不管多少钱 与家人断绝来往 究竟谁是谁非 你这个做兄弟的 你写的不敢写啊 现场突发情况 大哥为何暴跳如雷 大哥求你让我盖新房 都市情缘正在不出 冠状病毒不可怕 少外出 出门必须戴口罩 勤消毒 漆步洗手最有效 防犯还得靠自己 帝国利民帝大将 南称博大耳鼻咽喉医院 专利专制 专业品质 电话8665个3 都市放心 由省卫代理现实开放 每个现实区警设 唯一代理 最大报保障 代理权益 省内景区深度合作 省外泄露独家研发 2019年旅客人数 突破10万人次 都市放心 由区域代理现实开放 名额所剩不多 现在拨打电话 0791-8222-7222 了解彼此 从现在开始 按照大哥王华的说法 是因为父母严重偏心 一碗水端不平 甚至连分家产的时候 都没有自己一份 而亲人呢 却还说自己孤老无一 这些过往让王华耿耿于怀 而家人与自己断绝来往 更让王华心灰意冷 那么在亲人断绝来往的 这件事情上面 究竟真相是什么呢 事到如今 这一家人能否放下心中的隔阂 重拾昔日和睦的家庭生活呢 得知弟弟想要调解后 大哥王华表示 他同意接受调解 但他第一个要求就是 恢复自己在家族里的身份 在了解了大哥的诉求后 王超一家人也同意坐下来 心平气和地跟大哥好好处理问题 你先把第一个问题解决了 我从万一万人回到儿子身份 再来谈这个问题 这个肯定啊 一个万人 一个万人我跟你 我平时不让你站我的面前 对吧 是吧 谈到断绝关系的问题上 王华的心中怨气更重了 认为父亲和弟弟 在这件事情上做得太过分了 他说的说完 就是骂我 骂我是古老之后 最后就争选了 最后说脱离关系 他说这种儿子要什么 他说不要这种儿子滚软的 单身家族人说的 这个东西没有 你找人叫 把人家叫来给婚姻 对心得真的 我说假话也没有 你这个做兄弟的 你写的不敢写啊 你当时是写这个 是你哥要求写的还是什么 我哥哥他说两条路 谈不拢 那就只有一条路 断绝关系 这是他提出来的 可以 现在我就要交出赶老了 王超告诉记者 虽然断绝关系的字句 是自己写的 但那是哥哥主动提出 让他写的 并非家人逼迫哥哥 鉴于自己父母年纪这么大了 王超不想因为这些事 让父母再过度伤心 于是答应了大哥 把家族中长者叫来 跟大哥道歉 这次我们也是很苦恼 为了个事 家里爸爸妈妈年纪大了 也吃不下 都过 我跟儿过 之前 因为母的这个事情 就是是往我们当母的人 往当外人 也上了国际的火 包括一些山寒的火 所以我们也是感到内心 是有错 所以这次就真正道歉 希望能够若恋 在家族中 一众长者的见证下 王超跟王忠 跟大哥王华 诚心地道了歉 王华看到两位弟弟的态度 也选择了原谅 但是对于分财产的问题上 也要父亲给自己一个说法 母亲的良知量 三儿子良知量 大儿子成家就是一个指量 大儿子成家就是一个指量 两个儿子没有成家 就供一个指量 但是这个户居 名字是我的 但是两个儿子都没结婚 都没成人 还都是 这个没有成家就是户居 肯定是我 这个名字户居 王华认为 父母的房子 本来就应该要有自己的一份 更何况 自己还为那座房子 出了很多力 就在这时 堂哥的一句话 惹怒了王华 那这三分之一的都没 那三分之一 你咋咋了 你这两个人 过来这碗的不少 那这就是不让 我 我 过来这不少 不是 现在你个小孩子把拯救 你还把他拯救 你还要给我给他进了 我 你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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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 看完 你毛 你毛 你不真让 现在你老头 什么子都不真让 你 你 我三个公道 算吗 调解现场突然起了冲突 记者随后安抚好了双方的情绪 而实际上 王华想要分配的房产 现在是在他们的父亲名下 在法律上 这套房子归父母所有 百年之后 房产如何分配 父母有处置的权利 那房子 兄弟三人都没有 现在是父亲了吧 是父亲的 现在父亲谁都不给 你可以接受 可以 是吧 可以 谁都不给 可以 立下之主 我绝对可以 最终 三兄弟商议后决定 父母的财产 要等父母百年之后 三人平均分配 而眼前 亟待解决的问题 是王超要结婚成家 他想要大哥 同意自己盖房子 可是面对自己 一母同胞的弟弟 王华 还是不想让弟弟盖房子 现在是做完事 神这个兄弟 亲巴的 巴的 地亲的巴的 他现在找了朋友 他主要是没有屋 所有女朋友 不同意结婚 现在就是 为了做这个房子 神能忍忍不过 现在我的交参 你干大了 你大了 干本的你分了 现在兄弟为了这个屋 干什么不起屋 咱想要在这儿拼一屋 那我换这个 你这个弟媳妇回来 现在能忍忍不过 现在咱 这是什么 咱就在那儿 咱管的 行了 唐哥王文提议 希望王华 能够念及兄弟感情 没想到 王华还是不同意 让弟弟盖房子 令大家没想到的是 王华并没有 同意弟弟盖房子 并且还说 跟自己没关系 在大家说王华不对的时候 王华又一次 爆发了自己的情绪 在经过诚心道歉 和多方调解后 看到大哥 还是这样的态度 令王超彻底伤了心 这个事情 我就是要做房子 你说怎么 要走 就沾了很多地方 赔钱给你都洗 他就是不让 还说什么光线 这都是他自己 自己一直在说 没有名堂的话 是吧 而我是他真正的亲兄弟 这样说的话 没有一点 让人遗憾的是 王超 没能和大哥和解 家和万事兴 亲人之间 本就应该是相互帮扶 相亲相爱 才能体现出亲人 这两个字 所带来的幸福感 幸福感是任何东西 都替代不了的 而最简单的幸福感 就来源于家人的理解 和陪伴 希望王华 能够放下 对家人的成建 成全弟弟 盖房成家 也希望王超 和家人 在跟王华沟通时 态度能够平和一些 让王华 能够感受到 家的温暖 希望一家人 能够早日和解 恢复往日 一家和睦的生活 好的 今天的节目呢 在这就结束了 提醒一下大家 由我们都市频道 二基金都市爱薪酬 联合省 红十字基金会 共同推出的 重建家园 和你在一起 公益活动正在进行 如果说您愿意 伸出援手 帮助受灾群众 重建家园 现在呢 就可以拿起手机 关注我们栏目 或者是都市现场的 微信公众号 点击重建家园菜单 进入捐款页面 再点击单笔捐款 就可以向受灾群众 献出你的爱心了 明晚的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